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什么情况不知道,总之啊,这场面挺搞笑的 那个被炸得一脸漆黑的人,插着腰喘着气之后,竟然还大笑了起来 不仅于此,那屋旁边呢,还有人走出来 看见此情此景拍了拍肩膀,就也跟没事人似的走开了 这个,你们在干嘛呀 宣世锐有些好奇的上前问道 那个一脸漆黑的人呢,只是乐乐呵呵的说了一句解压 就马上溜到隔壁的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了 倒是江啸风先摸到刚才开启的门外,探头看了看 这下总算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宣世锐跟了过来,见到屋里摆放的一些东西 顿时作为情感交流师,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呢 跟着扑磁一笑,他也笑了起来 哎呀,原来这是宣泄室啊 宣泄室是一种在某些公司特意设置的,给员工解压的专门办公室 一般在宣泄室内,会摆放着诸如领导的玩偶啊 画像啊,又或者一些容易撕扯摔打,甚至是一般性爆破的东西 在白领阶层,或者是自闭工作阶层,这种宣泄非常重要 因为大量的脑力劳动之后,需要体能的发泄 从而更加激活身体的各方面细胞,从而达到机能的平衡 也能更好的为后续的脑力工作做铺垫 然而,设立宣泄室,也并非会在很多公司成立 因为宣泄室中一些过于直白的宣泄,有时候呢,也得看老板的脸色形式 比如你要真把老板模样的玩偶,虐得太惨了,你真以为老板对你没意见呢 而且一些过分的宣泄,其实呢,也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 所以宣泄室是否设立,如果设立,里面存在的宣泄行为会有哪些 这其实可以间接评断这家公司的某些领导人风格 从目前来看,这家公司的宣泄势力,宣泄的奇才都相当齐全 而且呢,还有类似轻微爆炸物等物件出现 可以看出,这家公司从上到下,领导人风格应该是相当自由奔放 所以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应该相当不错 同时人际交往也会更加直接,并不会过于的拐弯抹角 江孝峰和宣试水观察宣泄室的同时,终于有人上前询问要找谁 江孝峰拿出证件,说明来意之后 那人说呀,您稍等,不一会儿就引着他们俩前往薛迈克的办公室 如今的薛迈克已经是天河一的研发总监,这是前锋亲自挖过来的 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有了如此的地位和成就,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进了办公室,当江孝峰和宣试水看见这个人的时候 俩人共同的第一感官就是,与分析欧阳太是消极人群不同 薛迈克给人的感觉是青春洋溢,乐观向上 他面带微笑的,和公司的同事正在商讨问题 并且毫不拘束的坐在办公桌上,而另一名明显是下属的员工 竟然还把手搭在薛迈克的后背上 听到进门的声响,薛迈克一边继续在文档上点点画画 一边扭过头,微微的致歉之后,赶紧说 稍等,稍等,马上就好,你们先请坐一会儿 在跟同事交代问题之后 他马上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推,丝毫没有拘泥于形式 把桌子空出一块地方之后,就把笔记本拖了过来 屏幕打开的同时,薛迈克也跟着说 那个警官,你找我有事 我们将校风刚开口,薛迈克才想起一件事情 赶紧让助手泡茶,并且连连说道不好意思 这样直接并且不拘小杰的领导 不好意思,有个重要的程序正在调试,所以我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两位,不介意我一心二用吧 我呢,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公司人手不足 不不不,没关系 是我们贸然来访,让你没有准备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江校风非常喜欢薛迈克的这种个性 还有直接,他本身也不是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人家本来就忙,贸然来访,本来就是自己不妥呀 直接提出来,大家都好 所以就算薛迈克一心二用 江校风认为只要他能回答问题就成了,所以呢,也不想浪费对方时间 江校风简单说明了一下来意之后,就直接说了 欧阳泰啊,说你和罗天龙产生冲突 这一点呢,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想起说明一下啊 嗨,没什么好说的 罗天龙、罗总,这人很多做法 不仅是我,公司很多人都看不惯 只是有些人呢,不好发作 或者身份不合适,才一直隐忍 我这种,只来只去惯了 当然会有什么说什么了 薛迈克这边劈里啪啦的 打着键盘,又主动说 至于你刚才提到欧阳泰和我交流不多 我也承认,因为我也同样不喜欢欧阳泰 让人总感觉阴阴的 为人虚伪,默契,我跟他谈不到一块去 就这么简单 这的确是个干脆的人 不等江晓峰主动问 就把和欧阳泰的关系挑明了 这一说,让江晓峰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问什么了 还是宣世蕊插话了 你说欧阳泰虚伪默契 但他是首席程序设计师 应该算是你的领导 你和他就没产生矛盾吗 罗天龙罗总虽然做人有点苛刻 可是他脑子是无比清楚的 要不然也不会把公司从低谷带回正常轨迹 他对于人事安排 很多还是有他的主见和抉择 也被认为是公司崛起的关键 比如他会安排不同个性的人 在职位上有上下级之分 可是职责上的处于平级 这样就避免因为工作而产生摩擦 就比如我跟欧阳泰吧 虽然他的职位比我高 可是在职责上 我和他各干各的 很多工作研发上的事情 可以不产生交集 可是这样一来 势必会造成权力混乱 在公司组织架构里 这种安排可是不太利于大公司的管理 薛迈科抬眼 看了看说话的宣誓嘴 故意的眨了眨眼睛 你说的没错 在公司组织架构里 权力框架混乱 会导致最终管理的混乱 特别是在大公司 这是死穴 然而在一些人员不是很多 特别是最高领导 极为强势的公司 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领导精力旺盛 直接插手公司的各个事务 所以某些职位领导 摆设一下也无妨嘛 原来如此 聊到这 江啸峰和宣誓锐 算是对阿云公司当年的内部架构有所了解了 因为当年周一伟死后 公司陷入低谷 罗天龙要想掌权后 立刻把公司从低谷里带出来 势必要加强领导权势 所以他要做的 就是极权并且强势 正因为他的极权和强势 在他作为总经理时期 阿云科技公司的很多中层领导 实际上已经是摆设了 因为下面的员工啊 很多都是被罗天龙直接领导和负责 这就牵扯到公司管理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越级管理 甚至是越级汇报的问题 在很多大公司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一些小公司 或者是最高管理者极权严重的公司 这却被最高管理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公司一开始的发展中 极权领导的确会产生一些作用 可是一旦产生一点摩擦 特别是中层管理者消极摩擦的话 那就会带来连锁反应 到了欧阳泰这个例子 欧阳泰本身就是属于消极人群 所以他的下属被越级领导 甚至于越级汇报 势必会让他的消极情绪再次蔓延 同时因为罗天龙的强势 还有对待整个公司员工的态度 会让欧阳泰产生对公司的负面情绪 江晓峰说 所以不仅是欧阳泰 公司很多中层 应该对罗天龙的意见都很大吧 算是吧 至少在我看来 中下层员工大部分都是想着努力工作 赚钱提升自己 再想着跳槽 而对于一些中高层而言 他们考量的比较多 因为他们权力被削弱 而且会让他们感觉到 夹在中间为难 不受重视 甚至罗天龙罗总的强势 会让他们压力倍增 他们产生抵触厌恶情绪 也很正常 那薛总 从你的角度来说 罗天龙最后被弓箭射杀 会不会和公司的这种特殊情况有关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 干程序员这行的 有些逼疯了 的确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而且用弓箭射杀这种特殊的方式 的确也是一些脑洞大开的脑力人员 才会想到的 不一定是脑力人员才会这么做 薛迈科说这话 当然草率 可是他至少帮助江晓峰肯定 从阿云科技公司入手 就能慢慢的找出最终的凶手 同时江晓峰也注意到 薛迈科对于欧阳太的评价不仅不高 而且不屑 看上去他的傲娇 对于那些消极人群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江晓峰想要问问其他人的情况 哎对了 阿云公司呢 有一个股东叫做于斯利 不知道你对这个人是不是有些了解呢 他呀 挺漂亮的一个少妇 挺有韵味的 身材也好 经常穿个丝袜 在公司出现 算是给一群狼性程序员解解乏吧 薛迈科还故意扎背一下嘴 停下手上的工作 抬起头故作深沉的说 哎 得亏我不是丝袜空 要不然呢 绝对也被他把魂给吸过去了 即使屋子里边还有一名女性 可薛迈科说起其他女人来依旧眉飞色舞 这和他一贯的行为表达非常一致 那既然如此 江晓峰就得好好地探讨一下这位丝袜美女了 余思利和罗天龙关系如何呀 看起来不错 而且呀 余思利应该对罗总很上心 我记得他曾经还亲自带煲汤和吃的东西来公司呢 而且呀 只要余思利一来公司 罗天龙就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 薛迈科说话的样子呀 必然是引导别人往某方面去联想 哼 那这俩人的关系 在你们看来 不是普通朋友关系了 这谁知道呢 反正比一般的朋友呢 肯定要亲密一些 而且据我所知 余思利和罗总正好也住在一起 俩人时常走动 发生点什么 或许很正常 那他们是否发生过争吵呢 争吵 在公司里边应该没有 至于其他地方 谁能说得好呢 哎 对了 如果我没记错 有次罗总来公司的时候啊 衣服上呢 好像破了 没一会儿 余思利就来公司了 手上拎着装衣服的袋子 应该是新买的外套 随后 罗天龙出来的时候 就换了外套 应该就是新买的那件 从那两个人的面色来看 貌似那天 应该有些不愉快 至少余思利 应该在事后讨好罗总 一直陪着笑脸 那你还记不记得 这件事情 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三年前 哦 应该是在罗天龙出事之前的一个月 因为我那时候呢 正好在做一个项目 时间期限上 我记得很清楚 江孝峰从余光中啊 已经看见宣世水投过来的目光了 他继续说 那你觉得 余思利和欧阳泰的关系怎么样呢 除了罗天龙 余思利和公司的其他人 谁的关系比较好 嗨 公司那群自闭程序员 看见美女眼睛都直了 但是 哪有胆子大的 敢直接去招呼余思利啊 说到关系很好的 我看到是没有 因为余思利在公司 和其他人的交流呢 本身就不多 至于欧阳泰 他倒是有几次 和余思利说话时间比较长的场景 或许是因为这小子 偶尔逛逛夜店 对于美女不怎么处 懂得话语交流吧 关于余思利 你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信息 需要透露给我们呢 警官 你让我一下子说 我还真说不出来 不如你自己去问问余思利吧 薛迈科的时间呢 的确比较紧张 说完不再调侃 而埋头工作了 江晓峰觉得继续打搅 或许的确没必要 就留了一句经常性的话语 就是想起什么 给我打电话 就和宣逝水呢 走出来了 刚来到电梯口 宣逝水就迫不及待的说 薛迈科的性格 决定了他说谎的可能性 要么极低 要么极高 我同意 江晓峰没多说 先上了电梯 等回到车上之后 这才说 从表面上看 薛迈科很坦诚 而且置物不言 可是从我们观察来看 薛迈科属于情商和智商 都非常高的人 这种人呢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双伤高的 一旦真的要掩饰什么东西 会很难挖掘出来 你注意到了吗 薛迈科呀 承认和罗天龙有冲突 并且呢 他对于罗天龙的称呼 前后有变化 当然注意到了 我基本功就是察言观色 这一点怎么可能忽略呢 从头到尾 薛迈科对于罗天龙的称呼 是不停的在罗天龙 罗总 甚至于罗天龙 罗总 这三个称呼之间 不停切换的 指代性称呼 在一个句子中如何出现 很多时候 是显出这个人的心理状态 或者对话语中人员的心理评价 薛迈科对于罗天龙的称呼 看上去非常随意 可是他还依旧保有罗总这个称呼 所以呢 他和欧阳太不同 至少对于罗天龙的情感 不会过于负面 甚至于就算发生过冲突 他也觉得这是小事 薛迈科自以为和罗天龙的冲突是小事 可以忽略不计 是不是意味着他做过很多事情 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压根不在乎 那我们对于薛迈科的情感判断 将会非常复杂 同意 但是至少目前来看 薛迈科的嫌疑比较小 只是他特殊的情况 或许会给我们未来破案提供帮助 江孝峰点头之后 马上给杨振涵打去电话 他需要杨振涵安排警员 开始对薛迈科进行监控 与此同时 杨振涵也表示 发给当年阿云科技公司员工的气质类型量表 现在正在陆续被回收 在两表完成统计分析之后 差不多下午就可以交到江孝峰手里 这样的行动效率 的确体现了C式的风格 我越来越喜欢你们这座城市了 那是当然了 我生活的地方绝对不一般 得得得 世人都说自己家乡好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 除了个别人之外 我对你们城市的感觉呢 还不错 可是弓箭杀手 说不定还在你们城市逍遥呢 我就不得不存在危机感 到目前为止 我还一直没想通 为什么杀手一定要用弓箭这种杀人工具呢 这个问题从始至终 困扰着江孝峰 也同样困扰着轩世锐 如果能想通 为什么要用弓箭 杀手使用弓箭的心理和动机 或许整个案子就一目了然了 宣誓水发动车子之后 又吐槽了一句 如果我是弓箭杀手 做不到百分之百杀死一个人 第二次作案的时候 肯定就得换个靠谱的方式了 那他一直成功 不会是专业射箭运动员吧 你的这个考虑啊 当年警方就分析到了 他们比对过和案件相关的一些人员信息 发现他们对于射箭貌似不是非常精通 所以要让他们做到一箭杀人 还不如让他们玩游戏来的时 宣誓水一直等着江孝峰 说实在的那个在字 可等了好久 一直没动静 他扭头一看 见到江孝峰正在微张着嘴巴 一副惊叹的样子在发呆呢 这姿势让他赶紧问 江孝峰 你不会中邪了吧 别说话 江孝峰举着手 阻止别人的打扰 他眉头紧锁 好像在思考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一般到了这个时候 肯定都知道江孝峰是想到了一个关键信息点 所以宣誓水自然不会打搅 只管开车 甚至都不问江孝峰接下来去哪 差不多15分钟之后 江孝峰从闭着眼睛的状态开始慢慢睁开 终于说了一句 或许事情啊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宣誓水终于问了 你到底想到什么了呀 我脑海中的思维宫殿 还有好几扇门没有打开 一些关键点还没衔接上去 可是在我看来 咱们今天来找薛迈科 绝对是来对了 这个人呢 即使将来不是打开所有门的关键 也会是制造钥匙的核心环节之一 江孝峰能这么说肯定是想到什么了 宣誓水写过推理小说 所以他清楚很多推理在脑海之中只出现一个大概的时候是没办法用言语一下子表述完全的 那个时候 直觉和模糊的概念会很多 你只能好似抓住了一把空气 再等着空气凝结才好把它一把拖出来似的 可是在拖出来之前 你根本无法和别人共享这段直觉分析 正因为如此 很多推理者看上去 一开始要独立思考保守信息 实则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脑海中忽然窜出来的想法如何用言词表达 所以宣誓水呢 也没指望江孝峰能解释清楚 他只是安抚江孝峰让他放松 行了 别紧张 慢慢想 反正咱们时间多的是 只要把信息点衔接了 一切都好办了 只是江大警官 下一步咱们去哪啊 车子漫无目的的一直开着 总不能一直不问去处啊 江孝峰探头朝着外面看了看 这附近有类似射箭馆之类的地方吗 你不会是要在射箭馆里大海捞针 准备碰运气吧 这招啊 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用出来 现在还不会想到这一步 你先带我去了才说 不知道江孝峰要干啥 但是宣世锐还是按照吩咐就近找了一家 射箭毕竟不是什么大众项目 所以专门的射箭馆很少 只是在一些运动场地中存在附带的射箭项目 江孝峰和宣世锐呢 来到一家综合运动中心 便直奔那处的射箭点 或许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 而且快到午饭时间了 所以里面只有几个人在玩射箭呢 江孝峰注意到一个看起来像教练的人 就直接走上去 我想学射箭 不知道从入门到精通 大概需要多久啊 那教练打量了一下江孝峰 射箭的入门呢 很简单 其他的东西嘛 更多是靠天赋 还有自己的多加练习 精通到什么程度 那要看你要干嘛了 你说如果是奥运选手的程度 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呀 江孝峰呢 也不多说了 让宣世锐跟着自己一起练习射箭 俩人之前都没有射箭经历 但是至少他们的运动细胞都不弱 在教练说了一些射箭的窍门之后 他们俩人就开始鄙视 谁能首先射中郑鸿心 书的人请客吃饭 怎么样 去怕你呢 宣世锐啊 先拿起了一根剑 宣世锐拿着弓 照着先前教练指导的样子摆弄几下 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技术动作已经做了指导 接下来效果如何 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巴拉一声 拉弓射箭 蹭的一下子 那箭就窜出去了 可以说宣世锐的第一箭就射的相当不错 力道和技术动作都非常完美 当然准心差了点 从把心划过并没有射中目标 在他那支箭出去的同时 江啸峰也射出了第一支箭 江啸峰这支箭出去的可就没宣世锐那么漂亮了 因为从一开始他的技术要领就没完全掌握 所以在射出之后 宣世锐笑了起来 看样子这顿饭你是请定了 你别高兴了太早 江啸峰吹了吹口哨 把弓箭稍微调适一下 随后又把教练喊了过来 指导自己刚才哪不对劲 在稍微调整了一下拉弓的动作之后 江啸峰刚准备射出第二箭 就见宣世锐已经搭弓射箭 那支箭蹭的一下子射在了目标之中 嘿太棒了 看来我是完全掌握要领了 接下来就是考虑风速 还有箭飞行的弧度问题了 连旁边的教练都给宣世锐竖起了大拇指 连声称赞宣世锐非常聪明 仅仅两件宣世锐就能射中目标 虽然还没射中靶心 但是他至少比江啸峰要好了很多 好吧 这下子真的落后了 如果自己还没把技术要领领悟 这顿饭的确要请了 江啸峰深吸一口气 看着那边的目标 脑海中回想刚才教练的叮嘱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技术动作 其实宣世锐和他一样 曾经都摸过弓 可是真的没有认真射过箭 只是射箭这种东西和运动细胞 当然有关系 他和宣世锐都不缺这个 同时射箭要领的掌握和智商也有关系 他和宣世锐也不缺智商 现在他们要比的就是感觉 这种感觉说穿了 就是天赋 任何东西特别是运动领域 天赋这个玩意真的非常重要 无数运动员都说过 自己的勤奋还比不上一些人老天爷赐给吃饭的天赋 而在很多领域种族天赋也非常关键 比如说黑人在速度爆发力项目上拥有绝对优势 而白人在诸如网球游泳这些项目上也一直占据种族天赋 对于黄种人来说 当然也有自己的种族天赋 比如一些技巧性的运动 黄种人特别是东亚人一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说到射箭 江晓峰其实想到了朝鲜族 在世界性大赛特别是奥运会上 经常可以听见韩国人包揽射箭项目金牌的事情 这玩意儿 你说其他队就没刻苦训练 肯定不是啊 因为有时候种族天赋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 自古以来一些民族就擅长齐射 他们的血液里已经流淌了这种基因 想到这些江晓峰看了看前面的目标 第二剑他至少要射的像模像样一点 巴拉一声拉弓射箭 这回那剑果然窜的非常完美 同样射在了目标之上 教练在后边不停的给他们鼓掌 很好 很好 你们俩人都非常有射箭的天分 接下来你们要找到感觉 摸索出最合理的弧线和力道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意思就是全看自己的造化 其实这教练说的也是大实话 每个人的力道不同 所以给弓箭的加速度不同 当然得自己摸索了 江警官千万不要输给我哟 要不然我可要狠狠的宰你一顿 谁宰谁还不一定呢 只是我觉得一顿饭的赌注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宣诗水原本正在瞄准呢 这会扭头看了看 怎么的呀 你还想加赌注啊 打注啊 你可千万别说要把我加入七暗组的事情作为赌注 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邀请你加入七暗组是真心诚意的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如果用射箭比赛这种儿戏来决定你是否加入 那就是不可思议了 我所说的加赌注啊 实则是想让你去做一件事情 这样吧 不管等会输赢 这顿饭我都请了 但是如果我赢了 那么我就得请你做一件或许对你来说非常为难的事情 为难的事情 江校风 你到底想让我干嘛呀 江校风呢 依旧很淡定 继续尝试动作 并且一直在找着准星 你也熟悉犯罪心理学 那么对于连环杀手中的女性杀手 一般会有哪些特征呢 女性杀手 一般来说 大多数连环杀手攻击特定类型的受害者 以此来实现报复的幻想 而对于连环杀手中的女性杀手 她们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比如女性连环杀手一般采用固定的作案方法 因为从女性的力量上而言 犯罪方式的选择会少于男性 所以如果她们习惯于一种犯罪模式 就不会轻易更改 因为这会非常顺应 她们自己的身体力量特征 还有啊 女性连环杀手 一般比男性更有效率 因为一般来说呢 女性的控制能力会比男性差 所以一旦局势失控 她们会左右不了局面 于是她们的杀人会更加果断 更容易选择一击致命的方式 不会拖泥带水 也很少出现男性连环杀人中的折磨受害者的情况 说到这儿 宣世锐已经意识到江孝峰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了 从目前来看 四名死亡者都是一击致命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并且呢 也不可能出现被折磨的迹象 同时 这四个人被杀死的方式也一模一样 重点是 连四个人的身份职业都惊人的相似 符合特定受害者的描述 所以这一切已经完美的符合了 女性连环杀手针对目标的特征 你是怀疑凶手是女人 在谜底没揭开之前呢 任何设想都有可能 特别是我们从薛迈克那出来 他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于斯利的事情 让我忽然有了一些联想 根据咱们的资料显示 于斯利之前根本没有从事过和互联网有关的投资 同时他自己也不是互联网编程的技术人员 那他为什么忽然成为了阿云科技公司的股东呢 并且还经常去阿云科技公司呢 是因为他和罗天龙关系密切呀 说着 宣誓蕊也笑了 江啸风啊 又接着说 你看看 你自己都知道这里存在可疑了 如果于斯利和罗天龙的关系密切到 他可以轻易的把那么多资金放到阿云公司 并且帮助罗天龙进行融资收购 那他们两人的关系的确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了 可如果不是普通朋友关系那么简单 为什么在罗天龙出事之后 于斯利不仅把宇台山的别墅给卖了 还把阿云公司中自己的股份立刻撤出来 从咱们看到的信息可以得知 阿云公司最终走向销王 各个股东撤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换作你是于斯利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我是于斯利 而且看起来和罗天龙关系那么好 甚至超越了一般朋友 那我肯定知道 阿云科技公司是罗天龙的心血 即使罗天龙死了 我也不会让他的心血那么快就玩完了 而且于斯利既然很快把别墅卖了 证明他手上并不缺少现金流 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抽出资金 看起来像是对他老朋友的心血压根不在乎 所以除非于斯利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需要抽出资金挽救自己 否则咱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于斯利会亲手参与毁掉罗天龙的心血 即使他和公司后来管理者理念不合 关系不好 他也该看在罗天龙的份上 支撑公司一段时间 但结果咱们看见了 罗天龙死后 阿云科技公司几乎是瞬间就垮塌了 压根没人去出手拯救 于是你就发现逻辑出现了悖论 于斯利只有在自私 并且极为爱惜自己财富的情况下 才会马上撤资 可是如果他这么自私 当年为什么要入股他不熟悉的项目 要入股不熟悉的项目 就只能是出于对罗天龙的信任 可是和罗天龙关系那么好 又为什么最后马上撤资呢 这是一个死循环 江孝峰点了点头 这个死循环看起来有破绽 但是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目前弓箭杀手的案子还没有直接嫌疑人 而且咱们俩现在推测 或许不止一个人参与案件 那我们就得把可能涉及案件的人物都考虑到了 别忘了 咱们现在怀疑欧阳泰 而根据薛迈克说的 他曾经亲眼看过欧阳泰和于斯利在公司有长时间的交谈 再结合现在我们分析的事情 我们得做好对于斯利的功课工作 所以你说的让我为难的事情 其实是针对于斯利咯 那我倒想听听 你到底让我做什么为难的事情啊 你们两个还设不设了 马上要到中午场馆 暂时关门的时间了 再不射完呢 我可先下班了 身后的教练完全没想到这俩人竟然聊了这么久 而且还一直拿着弓不停的摆着动作 可是呢又不射 搞得呀 看的人都难受 江啸峰和宣士水同时回身 赶忙举手致歉 俩人呢又同时搭工 嗖嗖两声 两根剑一同射了出去 两剑射出 这一次啊 江啸峰和宣士水都更加接近靶心了 只要找到感觉 相信肯定能正中目标 调整呼吸 不再说话 俩人连续射出 你一剑我一剑 啊蹭的一下子 终于出现一只正中靶心的剑了 身后的教练呢 跟着鼓掌 因为他看见了下班的希望了 这俩人要是再这么耗下去 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人了 宣士水嘚瑟的挥了挥小拳头 看来呀 还是我天赋更好 是啊 只是这么一来啊 你就不会知道我让你做什么了 去 少来 宣士水把功放下 招招手 俩人一边走一边说 你明知道把话说到那个地步 不管谁赢 最后啊 我都会要听听你到底想干嘛的 你是算准了吃定我 所以才不会在意输赢呢 所以说嘛 跟聪明人说话啊 就是轻松 走 先找个地方吃饭去 我再来跟你说说我的计划 既然说好了 不管输赢 这顿饭都是江晓峰掏钱 那自然射箭 不管输赢 宣士水也得付出一点 在附近找个地方坐下来之后 江晓峰让宣士水随便点 这就自然不能便宜他了 等着上菜的功夫 江晓峰啊 终于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如果咱们设想的没错 欧阳泰应该是支配型犯罪的同伙成员 属于服从地位 这已经很符合咱们目前的心理分析了 咱们呢 暂且把这一点画上对沟 确定一下 那刚才 我们又假设弓箭杀手 不管是一个人 还是几个人 都是有可能 有女性成员的存在的 意味着 欧阳泰的服从地位 实际上至少 是要服从于一名女性成员 同时呢 在宇台山的时候 我们知道 欧阳泰经常带着夜店的女人回来过夜 可是却基本上不送女人出门 所以那时候咱们分析判断 欧阳泰可能对自己那方面的能力呢 有所忌惮 不自信 对自己那方面能力 不自信的男人 同时还对于女性犯罪者 有服从欲望的人 你想到了什么呢 天哪 果然男人和女人的思考角度不同 我就没考虑到这一点 宣世锐有些兴奋 可同时脸上啊 也有点红了 看了看四周 没人过来 这才凑上前去小声的说 你是说 欧阳泰或许有特殊的嗜好 比如和女人那方面的事情 江孝峰点了点头说 哎 你就直说吧 宣世锐只好吐吐舌头 受虐行折磨中的性施虐 性施虐啊 又叫性作死 是指对异性对象 施以魂魄或肉体上的虐待 而从中得到性的快位 和变态心理的快位 而与之相对应的 则是受虐痞 又叫被虐狂 它与折磨痞相反 是指在相遇性对象的折磨时 魂魄或肉体虽然感知灾患 但在毅力上却赢得一种异常的性欲快位 从生理和心理上呢 都可以找到这两类人群存在的意义 欧阳泰属于从属地位 服从于女性弓箭杀手 但是他同样对一般女性有需求 却有那方面的生理害羞 这样来看 他之所以臣服于弓箭杀手 必然是因为弓箭杀手这个女性和一般女性存在不同 又或者弓箭杀手恰恰符合他被施虐者精神幻想中的女人形象 江晓峰说 一个对自己那方面有忌惮 但是却同样很希望得到异性发泄的男人 又出现臣服于女性犯罪者的心理 那极有可能存在我们所分析的受虐者形象 所以如果咱们能找到这样一位女性接近欧阳泰 让欧阳泰从上到下臣服于这个女人 或许咱们就能知道更多的内情了 所以你说让我做为难的事情 就是想让我来做这个女人 哎呦江大队长 你觉得我像那种人吗 支配型的领导者可是非常强势的 你看我像非常强势的女人吗 当然不像强势的女人了 你可是非常温柔的 可是你作为一个情感交流师 应该很善于把控对方的心理 引导对方相信你的立场和情感 而且我现在啊 也的确找不着其他合适的女性 去引诱欧阳泰上钩了 所以宣老师考虑一下呗 考虑你个头啊 让我去做女王 然后调教欧阳泰 我做玉姐还马马虎虎 做女王我自己都不信呢 而且这种关系 常常诞生于两个完成某种默契 和有共同感性基础的男女之中 我和欧阳泰 哪里去寻找这种默契感觉啊 哎呀感情和默契可以慢慢培养啊 哎你认真的呀 哎对不起对不起 开玩笑的 在犯罪案件中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这种受虐和施虐的案件 所以呢我也了解过 而且这方面还有专属名词 比如萨德现象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施虐症 而马索克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虐症 在马索克现象里呢 主角不一定需要女王这种女人的形象出现 其实只要符合他内心幻想 所要臣服的女人形象就行了 从薛迈克那我们听到了关于于斯利的一些描述 虽然现在把于斯利列为嫌疑人太过于草率 可至少咱们可以假设一下 如果欧阳泰真的是臣服于于斯利这种女人 那于斯利是什么样子呢 他对罗天龙非常关心 可以说很是体贴温柔 甚至还送饭煲汤买衣服 这绝对不是女王的形象啊 再者他喜欢穿丝袜 拥有绝对的品味和韵味 或许你说的没错 他其实也更像是一个郁姐呢 宣世锐这才意识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刚才他拒绝自己做女王 但是却把自己比作郁姐 嘿这下可好 江小峰直说 欧阳泰或许喜欢臣服的对象就是郁姐 宣世锐无语的抓着头发 正好这会饭菜端上桌子 他匆匆吃了两口菜 又狠狠的喝了一大杯水之后说 就没别的办法了 办法当然有啊 只是其他办法也得慢慢去实施 说不定还没这办法好呢 下午啊 咱们就去会会于斯利 如果你同意我的计划 那你就在一边好好地观察他 争取学会他身上的韵味和气质姿态 以你的条件和情商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模仿 肯定能让欧阳泰在你身上找到于斯利的影子 齐案组的办事风格啊 果然和其他组不一样 宣世锐就算没接触过公安部门其他组别 但是齐案组组长江孝峰给他出的主意 都让他脑洞大开了 因为不能直接接触第一现场 所以他们就得制造第一现场 如果宣世锐能通过让欧阳泰臣服于自己 接受自己所谓的指令 那就等同于可以从欧阳泰口中 知道一些与台山当年第一现场的情况 怎么做 现在就看宣世锐的抉择了 俩人啊都跟点了哑学似的 各自吃的东西 好长时间都没说话 的确这事啊确实要思考清楚 宣世锐如果真的答应了那后果是什么 他可以和顾客做情感沟通交流 但是他可没对顾客进行过那一方面的征服调教啊 江孝峰啊觉得这话题是他起的 还是由他来打破沉默吧 或许啊你先去见见于斯利再做打算 如果于斯利和你反差太大 我想那你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吗 这才是句人话 说好了帮你查案 但是你也不能把我往火堆里推啊 万一欧阳泰真的是心里变态 而我露出马脚 不仅不利于破案 还得把自己的命搭上去 得了得了 别说的那么夸张啊 正好杨振函发来信息 说那边的气质类型量表已经统计完毕 江孝峰打开信件 看见上面已经有表格将人员和统计数据一一分类 这看上去啊 一目了然 明显就是林友天的杰作 那小子呀 最喜欢用条条框框来标注图解 现在也正好帮江孝峰一眼看出个大概 把手机拿过去 江孝峰指着上面的数据说 不出所料 薛迈科是多写致 所以咱们见到他活跃 人际交往很顺畅 善于表达 符合梁表所写的 而欧阳泰呢 果然是年夜制 这种人呢 面对压力和问题 一般回避 适当软弱 也符合咱们的判断 同时根据总体统计 阿云科技公司 特别是罗天龙领导期间 公司员工大部分是年夜制类型 所以呢 这就解释了 罗天龙强势制造压力 可是很少有人出来直面反抗 只有薛迈科这种多写致类型的人 才会直接表达出问题 哇 小杨和小林 还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宣世蕊 点了点其中一个人的数据 而这个人的数据 也被林友天特别标出 并且做了重点截图 这个人在阿云公司服务了长达九年 在周一伟时期 这个人就已经在公司了 而到了罗天龙死后 这人还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 他见证了两任总经理被射杀 也见证了公司起起伏伏 江孝峰等人重点关注的 除了这人的工作年限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人是唯一一个 见证了两任总经理被杀死 同时气质类型测量 还被明显标注为胆知痣的人 胆知痣的人直爽 经理旺盛 脾气急躁 心境变化剧烈 异动感情 具有外清性 这样看来 他一旦受压和不满 会有更直接的表露 那为什么 他没有和罗天龙发生争执呢 宣世蕊啊 不仅对这一点不明白 还重重的指着林友天标注的内容说 而且 这个人长达九年的时间里 在公司的职位竟然没怎么变化 这太不可思议了 杨振涵已经帮助江孝峰 预约了和于斯利的会面 所以他们等会儿啊 可以直接前往 而在吃过饭之后 江孝峰和宣世蕊的注意力 也转移到刚才冒出的那个胆知痣气质类型的人员身上 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是林友天 此时他应该已经把这些人名写在纸上 并且用线勾勒他们之间的某些联系 江孝峰已经判断 这次弓箭杀人案 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以揭开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一路上 宣世蕊也没多说什么话 他的脑海之中还在想着江孝峰的提议 对于欧阳太那边的确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攻破 但是宣世蕊觉得他真的不适合 然后当他看见于斯利之后 这种想法却有了一丝动摇 于斯利在C市有五家大型连锁媒体美容会所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个喜悦中心的大股东 这样的成绩在C市也是女强人的存在 而看他的外形 则会对他的这种印象更加的深刻 之前预约会面的地点 就是于斯利在本市媒体美容连锁店的旗舰店 俩人进门之后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上了三楼 一进去 江孝峰就看见一个身材相当好的女人 正趴在桌子上和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笔直修长的黑丝眉腿 配着红色的高跟鞋 从侧后方看去 那翘臀也更让这个女人显出傲人的外形资本 而从他趴在桌上的轮廓也能看出 疯乳肥臀这个词 就是这种女人最贴切的形容词 宣誓锐扭头 冲着江孝峰坏笑了一下 还故意挖嗷一声 调侃了一句 哇 这种女人应该就是你们男人最爱幻想的对象吧 是的 除了那傲人的身材 这个女人紧身制服的打扮 也让看她的男人身上激发着一种特别的东西 一个人喊了一声于总 于斯利终于回过头 立马站直身子 用非常优雅的姿势走过来 很是恭敬的伸出手来 您就是江警官吧 那非常舒服的妆面之下 让于斯利四十岁的容颜 恍惚呈现了一丝少女的意味 薛迈科说的不错 这的确不应该说是中年熟妇 而是美艳少妇 江孝峰努力让自己的心绪 不被这个女人的外貌所干扰 她礼貌的说明来意之后 就跟着于斯利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三人落座之后 于斯利牵手为两个人奉好花茶 随即还在旁边摆了一盘小点心 这才坐下 非常端庄优雅的说 两位想问什么 尽管问 如果我能协助的 一定效劳 从坐姿上就能看出 于斯利应该接受过非常好的职业培训 她现在这种坐姿啊 是最标准的职场女性坐姿 两腿夹紧 微微朝着一侧倾斜 而身体比直 朝着问话人员的方向向前倾 这种肢体前台词充满了对对方的尊重 宣世锐也在心里暗暗称赞于斯利的得体 这种人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会是一个阴谋者 当然无数的案件表明人不可貌向 江晓峰和宣世锐都是理智的 他们不希望被外部的事情作用 按照常规 江晓峰首先询问了于斯利有关当年罗天龙和他的关系问题 于斯利非常坦诚的回答说 我和罗天龙的确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而我也不否认我们两人之间有些特别的火花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我想我们两个互相吸引 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是啊 男欢女爱很正常 而当时你和罗天龙呢都是单身 只是为什么你们不公开走到一起呢 唉 其实啊 这事很简单 我和他互相吸引 却又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和他的关系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奇怪 罗天龙呢 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两人关系非常好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那个女人呢 竟然背着罗天龙 在外面和其他的男人乱来 罗天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备受打击 从此对所谓的男女感情存有芥蒂 她之后一直单身 没有公开的女朋友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 我们认识之后 的确互相都有好感 可是当我了解她的内心之后 我也理解了 她为什么对女人有些距离感 我理解她 也没强迫她马上更改一些习惯 就这么简单 心理阴影这种事情啊 江小峰和宣世锐非常清楚 这的确不是一般说两句话 就能彻底撇清的 如果罗天龙真的遭受过如此打击 那他和于斯利之间特殊的关系 的确就能说通了 那也就是说 你再等他走出心里阴影 于斯利苦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到最后啊 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了 我和他明显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可是呢 我们似乎也没有结果 因为他很难改变自己 好吧 我对你和他的情感故事非常抱歉 我想这应该是不完美的事情 虽然不完美 但是有过彼此的美好 我想我还会时常去回忆的 唉 只是我也没想到 他会就这么走了 当初你和罗天龙选择在同一个地方买房子 也是基于想要更好的接触吧 于斯利点了点头 那在罗天龙死后没多久 你又把房子卖了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继续留在那 回想自己和他的往事 说着于斯利竟然还用纸巾擦拭了一下眼角 稍微缓和了一下之后这才说 如果继续住在那 我怕我会经常想起我们的点点滴滴 这样我也很难从过去走出来 我是一个凡是喜欢向前看的乐观的女人 正因为如此 我和他存在各种困难 我也一直没有太悲观的看待我俩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天龙出事以后 我想尽快的进入新的生活 那简单来说 您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 我这样评价 是不是准确呢 算是吧 我很早就一个人出来打拼 见过了很多大风大浪 如果经常沉溺于某些事情 走不出来 我想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我很庆幸 我的很多抉择都算正确 我也很庆幸 虽然生活有过很多不顺 我依旧活得还算精彩 是啊 如果每一个女性都能像您这样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向上 一切向前看的态度 那这个社会会更加美好 将小枫起身 这一次是她主动伸手 于总 非常开心你能接受我们的问询 关于罗天龙案件的后续调查 或许我们还会来麻烦您的 只要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协助 于斯利的手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白皙 经过整体修饰 很有美感 完全不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从会所出来 江小枫还扭头看了看会所的招牌 这动作呀 让宣誓水调侃了 怎么了 念念不忘了 嘿 就单纯的男女交往来说 于斯利的确会给很多 男人留下非常完美的第一印象 男人刚一看他之后啊 想要回味 这也很正常 不过请你相信我的职业性 我现在对于于斯利的一切审视 都是基于案件 哎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还不知道你江大警官是以办案为第一准则吗 哎 不过说回来 为什么你就问了几句就出来了 这和你一贯询问人的态度不一样啊 因为我感觉啊 于斯利非常睿智 冷静 而且深藏不漏 如果我们对他了解不深 就把很多底牌亮出来 会对我们之后的交手非常不利 所以你这回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探 江校风哼了一声 没有直接回答 他先打电话给杨振涵 让他验证于斯利刚才所说的事情是否属实 同时也主动调查于斯利的情感过往和创业经历 回到车上 江校风啊 这才回应宣誓锐 于斯利说他和罗天龙关系密切 但是会保持一定距离 因为罗天龙的情感受挫 不再相信感情 所以于斯利在等待他走出阴影 才好和他确定关系 如果你是于斯利 你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语境里 你会想到什么呢 情景带入 这可是宣誓锐拿手的 他马上回想 刚刚于斯利所说的一切之后 微微闭上眼睛 在脑海中综合各种信息点 在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之后 他终于睁开眼睛 他很喜欢罗天龙 愿意等着罗天龙 走出情感创伤 并且在事业上帮助他 为他筹措资金 甚至于入股 他不熟悉的项目 可以这么说 单看这些 于斯利是一个为了爱情很大胆 有些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但是他自己也说了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不沉溺于一件事情 积极的向前看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女人 如果我是于斯利 除非罗天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彻底契合自己心中一切关于男人幻想的对象 否则他不可能做出奋不顾身的事情 毕竟于斯利那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该见识的都已经见识过了 他不是冲动和对爱情有绝对幻想的小女生 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成熟 并且事业有成的现代女性 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和罗天龙有那样特殊的关系呢 宣世锐恍然大悟 需求理论 在诸多需求理论中 最知名的无爱乎就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这也是任何学习心理学的入门理论 但是现在 宣世锐和江晓峰所关注的 不仅仅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他们还需要从另外一方面解读 大卫迈克莱兰等人 提出了三种需要理论 他们认为 个体在工作情境中 有三种主要的动机或需要 只要在每个人身上三种需求的比例是不同的 这三种需要是成就需要 权力需要和归属需要 其中成就需要是指达到标准 追求卓越 争取成功的需要 一些人有强烈的内屈力 要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 使工作更有效率 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但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就感 而不是成功之后所带来的奖励 高成就需要者 喜欢能独立负责 可以获得信息反馈和中度冒险的工作环境 在这种环境里 他们还可以被高度激励 很显然 从于斯利的个人成长经历 和他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 在他自我感知里 他会觉得自己是高成就需求者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或者说所要达到的成就需要 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考量 从而对自己完成的个人激励 江晓峰摆出OK的手势 是啊 在犯罪心理中 我们也会经常研究个体需求理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是咱们经常讨论的 而麦克莱兰的需要理论呢 也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 除了成就需要之外 其他两种需要中 权力需要中 高权力者不受他人控制 喜欢承担责任 喜欢竞争性和地位取向的工作环境 而归属需要中呢 则是说明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欲望 希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从这三点来看 于斯利如果满足高权力者和高激励者的角色 那他所谓和罗天龙之前的特殊关系 其实是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 所以嘛 你理解于斯利和罗天龙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情感关系 而是于斯利一种特殊的需求关系 这种需求一部分来源于两人的情感 一部分来源于基本的需求 比如性和爱 另一部分则要从于斯利个人情况分析入手了 认为于斯利想要通过控制罗天龙的情感状态 从而体现自己高权力者 高激励者和高成就者的需求地位 简单来说呢 于斯利对待这份感情 只是纯粹的想要征服罗天龙 想要通过把罗天龙 从过去的情感挫折中拉出来 好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咱们呢 在分析男女情感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所谓的征服者 这种征服者 实际上在男女情感中非常特殊 他们或许一开始 不是喜欢这种异性 只是简单的 想要挑战某种难度 想要把这个异性拿下 从而满足自己内心的某种虚荣 又或者想要证明什么东西 从目前我们对于斯利的情况来看 或许啊 他就是属于这种征服者的角色 他的确对罗天龙有好感 可是他的成熟和个人成长经历告诉他 这种男人他见得多了 他不会为之疯狂 所以他想要寻找一种需求满足 想要挑战一下情感难度 从而从另一方面证明自己罢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女人内心呢 的确是非常强势的 满足了你所谓的女王或者欲姐 都是比较强势并且内心坚毅的这样一个定位 于斯利满足了这样的条件 所以你更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接近欧阳泰了吧 只是 哎呀 我 我觉得我很难胜任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 江孝峰拍了拍汽车座椅 你家里衣服多不多呀 什么意思啊 你先回答我问题 女人从来不嫌自己衣柜里衣服多 得这倒也是 走 附近有买衣服的地方吗 我送你一套 哇 江大队长 你这是贿赂我呀 但是贿赂我 我也不会轻易屈服的 你去不去 我宣誓水 是为了一套衣服就能屈服的人吗 但是去看看也行 女人嘛 都一样 一听见买衣服 绝对是兴趣报表 本来不管从任何方面而言 宣誓水一直在帮江孝峰 意思意思送点东西也是应该的 更何况人靠衣装 想要看看一个人是否符合某种形象 衣服这一关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江孝峰的设想 再加上刚才见过了于斯利 他脑海中最合适的形象 还是穿着紧身制服 那种工作女人的制服 配上丝袜和高跟鞋 这才是最合理的搭配 不停的让宣誓水 搭配各种衣服造型 甚至于连丝袜和高跟鞋的颜色 也在不停调配 江孝峰始终觉得 宣誓水快要接近他想要的感觉了 可总是在什么地方差着一点 这都第十件了 不会还不行吧 宣誓水插着腰 凹出造型 脸上表情都麻木了 这个造型让江孝峰看的呀 极其享受 喜欢运动的女人身材本来就挺拔 宣誓水的天生条件也很出色 就更加让他拗出迷人的身形了 配合现在的打扮 用制服诱惑这个词来形容绝对不为过 可江孝峰要的不仅仅是制服诱惑呀 他要的是让欧阳泰产生沉浮欲望的女性形象 到底哪不对呢 挠了挠挠的 江孝峰在再三挑选之后 帮助宣誓水下了单子 付了钱 这才知道肉疼 女人的衣服啊 而且还要上档次的衣服 果然不便宜 江大队长忍着自己输入密码时候 手心里的汗淡淡的来了一句 这钱花的挺值 因为你穿的呀 还真挺好看的 你这话是真心的 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呀 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啊 还不到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 你等会儿呢 就穿着这一套出门 我再找找灵感 要想将宣誓水彻底打造成征服欧阳泰的女人 除了衣服之外 还欠缺什么 江孝峰想到了发型 宣誓水的确是短发 但是他的那种短发是非常简单的 并没有特别的层次修饰 所以在出了服装店之后 江孝峰就在附近找了一家有些档次的发型设计中心 亲自跟设计师说了之后 他就在一边监工 反正宣誓水今天是把自己交给江孝峰了 重要的是还不用花他一分钱 索性就坐在那儿任凭摆弄 发型师啊 把宣誓水的短发经过了特殊的打理 并且做了一些特别的发色调染之后 这一下子终于看出一些不同了 在这之前只有诱惑 而现在真是气质逼人 连发型师看着宣誓水这身装扮 在配合这个发型之后都竖起大拇指 美女 你真是非常适合短发呀 要是再配上一副眼镜 我想绝对完美 眼镜 对 眼镜 江孝峰突然被点醒了 他一直觉得有所欠缺 之前是发型 而现在 当发型师做好发型之后 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直到现在 眼镜两个字的出现 宣誓水太有亲和力了 他的笑容很亲切 原本这是好事 配合他情感交流式的身份 这是优势 但要想让宣誓水体现出女王或者玉姐那种征服别人的范儿 就得让他产生一点距离感 说句简单点的 就得在他脸上看到一点冷冰冰的东西 他的脸不适合化浓妆 所以依靠化妆展现这种冷冰冰是不可能的 只是如果加上其他的点缀呢 江孝峰啊 再次掏出钱包 付了宣誓水的造型钱之后 马上又来到旁边的眼镜店 在挑选之后 给他配了一个黑色的镜框 戴上眼镜 宣誓水呢 原本想笑 可是被江孝峰制止之后 他终于忍住了 把自己最严肃的一面展现出来 那一刻 江孝峰心中想象到的形象 终于慢慢浮现了 对 就应该这样 冷色的镜框颜色 会让对方产生距离感 但是诱惑的服饰 会让人想要接触你 哎等等 还得再给你配上一点东西 江孝峰啊 现在都有点疯狂了 这让宣誓水都措手不及 在看着他把眼镜的钱付了之后 宣誓水又被江孝峰 拉到旁边的首饰店 在看了一圈以后 江孝峰示意店员 将一个银白色的长长耳坠 拿了出来 他自己放在手上笔画之后 坚定的递给宣誓水 带上他 你疯了吧 我从来没带过这么长的耳坠 先带上再说 快点 江孝峰甚至霸道的 想要自己动手 宣誓水啊 赶紧认输 结果之后一摆头 先把一个带上 再扭头 另一边的耳坠也带上了 当两边长长的耳坠 都在晃动 结合银白色制造的冷色 配合黑色镜框 带来的距离感 宣誓水那张严肃的脸呢 瞬间让人产生了一种 特殊的冲动 这种冲动 不再是所谓的致服诱惑 而是一种听命于冷艳美女上司的服从感 完美 就是这样 我要的感觉就是这样 宣老师 如果你以这个形象和欧阳泰见面 我相信他会马上把你刻在脑海之中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并且由我们分析的特殊心理 那如果你主动接近他 他一定会臣服于你 并且听命于你的一些安排指令 就是你所说的调教 宣誓水自己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宣誓水啊 自己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嗯 就是你所说的调教吗 我并不是说要调教 但是要掌控他 进而知道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的背后有哪些人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江小枫再次打量宣誓水 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呢 就像是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 毕竟这全身上下真金白银 可都是花得自己的钱呢 所谓拿人手短 如今呢 宣誓水被江小枫重金打造 要说彻底不领情 这绝对说不通 一脸无奈之后 他终于说了一句 也许 我试试吧 这才对嘛 看了看时间 江小枫觉得 他该和另外那边碰头了 经过两天的调查 江小枫和宣誓水这边啊 已经理清楚了一个轮廓 虽然还没彻底找到线索 但是至少确定了一两个重点观察对象 所以头脑风暴又得进行了 当宣誓水这身打扮出现在林友天和杨震涵面前的时候 这俩人彻底看傻眼了 一直看着案件卷宗 几乎已经崩溃的俩人呢 忽然眼前一亮 不仅上下打量 甚至于前后都得看一遍 嘿 这么有气质的女人是谁呀 哇 宣姐 你去整容了 哎 你会不会说话呀 谁整容了 这可是你江大队长的杰作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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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嗯 好 好 哎 宣姐这大长腿再配合这身打扮 哎呀呀 我是相当喜欢的 哼 你喜欢没用 得让欧阳泰喜欢 啊 欧阳泰 那俩小子呀 齐齐看了过去 江校风呢 已经坐下了 他又示意大家 各自落座 又看了看时间 行了 咱们呢 先开个捧头会 把这两天大家整理的东西梳理一下 小杨 又天 通过观察卷宗 你们这边是不是有新的发现 林又天揉了揉眼睛 露出悲催的表情 杨震涵更是不敢多说 只能再次投去求助的目光 准备把这锅呢 扔给林又天 最终啊 还是林又天硬着头皮说 江队 实在抱歉 我和杨哥阅读所有卷宗都得花费时间 再想把卷宗进行整理 实在来不及了 他本以为会引来江小枫的责备 没想到江小枫只是皱了皱眉 随后说 好吧 那你们现在查阅到哪一步了 说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分析 这一说 总算让林又天悬着的心轻松了一点 他赶紧说 我和杨哥呢 目前把所有案件卷宗已经翻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在这三分之二的卷宗里啊 我们发现涉及到弓箭商人案的不管是误伤还是有意为之 伤者的伤情呢大部分都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伤人者所用的弓箭材质并不是绝对伤人的攻击性物件 杀伤力有限 别说误伤了 哪怕是故意的 破坏程度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吧 利用弓箭的人呢 除非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采用了绝对伤人的材质 否则都不可能造成影响很大的事件 而我们呢 又重点查阅了这三分之二卷宗里 涉及到的仅有的几起严重伤人案件 也证实了我们的设想 在这几起案件里 弓箭使用者的使用材料 都是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 杀伤力是巨大的 那你们有没有追寻这几个案件中的弓箭来源渠道呢 当然跟踪过了 之前的警方呢也有过调查 这些啊 杨哥来介绍吧 杨振涵作为当地警察 自然对这些渠道更为了解 将对 我呢 问过了负责这几起严重伤人案的相关同志 同时我和小林呢 也自己调查了一下 基本上确定 这几起严重伤人案的弓箭来源 有些是个人制作 而有些呢 是通过非法地下走私渠道 获得的国外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制作和国外产品有明显的区别 其中个人制作更倾向于复古 就是咱们经常理解的古代那种最简单的弓和箭 重点在于箭头的锋利 还有弓身的材质拉力 而国外产品中呢 那些弓箭已经加入了一些高科技成分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杀伤力也会更大 那在使用者上 你们有没有过分析呢 这些我们当然考虑过了 目前来看呢 使用复古自制弓箭的 大部分都是传统阶层 他们大多喜欢郊外旅行 自己进行手工创作 而使用国外弓箭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社会上流阶层 纯粹是自我爱好进行收集 对了 之前呢 杀死四名死者的箭头 我记得也有过分析 得出的结论 是箭头经过特殊的打磨 那么这种打磨 是来源于国外材质 还是自己加工呢 箭头的分析 当初就已经做过了 那种箭头非常特别 看上去是传统的手工打磨 意思就是说呀 也许弓箭杀手 是来源于传统阶层 所以使用复古弓吗 江孝峰自己都笑了 因为基于这种假象的分析 太过于草率了 小马 除了这些 你们还有什么发现呢 林友天说了 江队 我们除了对弓箭使用者 进行了分析之外 也对伤者进行了一些分析 我和杨哥呀 按照伤者受伤程度 按照受伤等级 把他们分为四个等级 最严重者是四级伤者 虽然卷宗还没彻底统计完呢 可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这几级伤者呀 还是有些有趣的数据 可以参考一下 一级伤者的数据最多 而且基本上分不均匀 所以没看出明显差异 二级伤者中呢 以小孩居多 可以理解为大部分是玩闹所致 而三级伤者中呢 以青少年为主 其中模仿受伤最多 江校风跟着宣誓水 见过C式模仿的风气 所以知道这种活动 在C式非常流行 那种模仿导致的受伤 其实真的可大可小 有些人为了追求cosplay的契合度 过分的追逐模仿的绝对相似性 所以在武器使用上一旦不慎 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那最严重的一类人群 有什么特征呢 相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又或者我们的样本 暂时还没统计完全 所以没有彻底的代表性 只是至少从目前来看 四级伤者中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受伤的人呢 应该都属于上流阶层 或者准确来说 属于社会成功阶层 话音刚落 宣誓水就说了 难道是有人针对特定的社会阶层 进行的特定性的攻击行为吗 这符合连环杀手选择特定目标 完成自己报复心理的特征啊 江孝峰一只手挡住自己的脸 当初啊 他让林友天整理卷宗 就是希望能从其他伤人案中 找到线索 如今林友天给出的统计数据 能说明什么呢 其实这么来看 包括罗天龙在内的四名死亡者 他们的身份虽然都是互联网和软件公司的总经理 可是他们当然也属于社会成功人士啊 所以说呀 这是一个针对社会某个阶层的特定报复方式 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择攻击 难道是一种羞辱吗 江队 我呀 读过一些案例 在针对某些阶层进行特定报复的时候 的确会产生针对某个特殊阶层的特殊羞辱方式 这种方式呢 会让凶手得到更多的发泄 而且会让受害者感觉到生理和心理的折磨打击 但是这种打击方式 一定是和受害者生活经历有所联系的 可目前来看啊 我们没看出四名受害者 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弓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宣世蕊也紧跟着说 我和江队呢 之前分析过 弓箭杀手中可能存在至少一名女性成员 而女性连环杀手的特点中 就不包括对被害者的轻易折磨 所以这种羞辱折磨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说到这儿 江小枫也得跟这边的俩人互同一下案件的进展了 他把自己和宣世蕊目前调查和分析的事情说了一通 对于目前接触的几个人 他也说了自己的怀疑 林友天和杨振涵同样对于斯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男人对女人的感觉更多来源于外貌 所以这两个人首先就想知道 宣世蕊打扮成这样 难道也是模仿于斯丽吗 江小枫说 小萱和于斯丽的感觉不同 他们不存在模仿 我只是希望小萱进入一种状态 杨振涵摸着肚子笑着说 成 宣姐 你放心吧 我会让人全程24小时的保护你 一定不让欧阳泰那小子占你便宜 嘿 我还没说要答应呢 谁让你现在就保护了 宣世蕊知道自己这么说呀 也是白大 这仨人呢 已经把自己置于控制欧阳泰的计划之中了 只是如果宣世蕊去接近欧阳泰 那么他们其实就是默认欧阳泰 只是犯罪团伙中的服从者属于被支配地位 他们或许能从欧阳泰身上获取一些绝密的信息点 但是无法接触最核心的人员 所以基于这种假设所进行的安排 必须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重点人物 于斯利 林又天这时候说 宣姐去搞定欧阳泰 那于斯利交给谁呀 他说着 目光已经飘到了江小峰那 接着呀 剩下俩人非常默契的对江小峰透过戏谑的眼神 明确告诉他里面的深层含义 就是你把我推进火坑了 这下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怎么办 这个坑江小峰不挑谁来挑啊 行吧 就你们呢 我去想办法接近于斯利 你们俩人呢继续分析卷宗 比对出结果 比对的同时 小杨 你派人盯着小林 重点圈出的那个家伙 我觉得那个家伙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奇案奇凶 本集内容就为您播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